你能夠想到受傷的地方都受傷 我為什麼要這樣對妳自己 但是我當下 因為我不知道 在我還沒有去看醫生的時候 我都覺得這只是運動傷害 一直到前一陣子 就是我去給一個中醫師調身體 他那時候一講我才嚇到 就是我連肩膀關節都有問題 我想說有什麼問題 他是嚴重到他輕輕這樣掰一下 我就啪 我已經跑掉 我還不知道 我還覺得只是很痠痛 他說你不能都只是覺得很痠痛 像以前深蹲 我蹲很重 我是那種槓鈴直接背在背上 這樣一直在蹲 所以一直到後面開始 我在做一些運動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膝蓋有很多那種 承受不了了 但是我沒有到很痛 痛到沒辦法走路 可是就是會開始有聲音 或者是不舒服 或者有痠的感覺 那時候那個醫生他就有推薦我 這個 雞精大腸出的膠原蛋白錠 這個雞精大腸 膠原蛋白這顧膝蓋的 我跟你講 我跟妳的反應一模一樣 因為那時候他推薦我的時候 我一直想說 膠原蛋白不是女生吃皮膚漂亮 他說他這個膠原蛋白錠 是吃骨骼跟骨關節的 他說會讓關節中間 關節更順 我那時候就不懂是什麼意思 他就說你就是吃 乖乖吃 你自己去體驗看有什麼不一樣 我也不要說全部沒有 就是沒有之前這麼不舒服 我在開始運動 做大量運動的時候 我已經沒有那種關節會卡住 有效之後我就開始推薦 長輩吃其實真的很有感覺 就吃了這個以後 增加它的潤滑度 還是提高了它膝蓋的強度之類的 我覺得是潤滑度 因為他說裡面有一個 現在很夯的什麼 什麼UC2一個成分 UC2 對 我們有一些那個 叫不是叫什麼 叫什麼酸 葡萄糖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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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就是幫幫助 膝蓋增盛 它現在關節裡面 常吃的這防禦體裡面 主要有葡萄糖胺 還有像軟骨素 軟骨素 魔尿酸 現在比較流行 就是也比較 大家聚焦在這上面 這個叫做膠原蛋白 最早膠原蛋白是 他們美國那個 哈佛大學他們有一個研究 他說吃很多的這個膠原蛋白 膠原的東西 比如說豬皮 魚皮 對 這些東西 結果他們的研究裡面 這臨床的這個效果是有效的 對 可是問題是 你沒有辦法吃那麼多豬皮 什麼魚皮 這些東西 對 這種東西你吃那麼多 它裡面的檔固醇也比較高 所以後來他們就想說 把這個膠原蛋白 這種東西把它萃取出來 然後讓你吃這樣 就是剛才有提到那個UC2 這個中文名字叫做 非變性第二型膠原蛋白 這種東西在根據美國 跟哈佛大學的這個研究 臨床研究報告顯示說 它對我們這個關節卡這個問題 有一些效果 再來我有發現到 另外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 因為現在女孩子太愛漂亮了 所以他們可能十幾歲 不到20歲 他們就開始穿高跟鞋 你知道嗎 我常常在大馬路上 就駁油地 斑馬蟹 我就真的看到 再過斑馬蟹 什麼意思 因為它不會穿高跟鞋 就會彎彎的這樣 膝蓋彎彎的走 你不但不好看 而且膝蓋其實 它的負擔很大 壓力很大 你怎麼走咧 你先做錯誤的示範來 怎麼走 一般人走路就是 你在過馬路的時候就會變這樣 蹲蹲的這樣 過馬路有沒有 這個在日本常看到 紅綠燈 快...3秒... 在日本常看到 很重 日本常常看到 日本女生都穿高跟鞋在跑 爬山 他們還穿高跟鞋 所以要挺直 不是 你走路不就不能好好走 你不能好好走 這要練好不好 對 這真的要練 你媽腿 我覺得還會拐到 等一下